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对于另一半,每个女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要求,而男人也会有自己的偏向 就像《怦然心动》里那句台词 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 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思人若彩虹,遇上方之友 世人千千万,只有遇到了,你才会知道自己钟情的到底是谁 有这样一句话,最好的感情就是情投意合 我是你的心头好,而你正好也是我的意中人 虽说,男人的择偶标准各有差异,但其核心依旧在于情投意合 换而言之,男人在择偶上虽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要求 但对于一些特定类型的女人,还是抵抗不了 而这些类型的女人,可以说是男人心中女神级别的女人了 一旦遇到,就再也走不动路了 当理想的标准碰到现实时 这些类型的女人,往往更能够吸引男人的注意 就像喜欢抹茶口味的美食家 虽然她对各种吃的有着高要求 但遇到抹茶口味的东西时 她就会不自觉地为之而折服 这种情况下,曾经定下的各种标准和要求 已然被抛在脑后了 也许,有的女人觉得 爱情嘛,简单一件就很好 只要她愿意和我在一起,那就足够了 但这样的感情还是缺了核心基础 那就是浓浓的吸引力 一段感情,如果失去了吸引力这个基础 那么就等同于无缘之水 终将会变成一潭死水 男人的钟爱,对于女人来说 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直接关系到你的幸福与否 所以,作为一个女人 你要明白,男人钟爱的女人类型有三种 第三种普通却迷人 你可别傻傻不懂 温柔且善解人意 柔情似水的女人 往往都是最让男人恋爱的 毕竟男人骨子里都有英雄情结 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弱者排忧解难 当然,这个弱者最好是女人 俗话说的怜香惜玉 就是这个道理 首先,这样的女人在视觉上 就会让男人感到心软 会有一种想要保护她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优势了 其次,和这样的女人相处起来 男人会很轻松和愉悦 不会担心不小心惹怒她 也不用担心她动不动就会提一些无理取闹的要求 最后,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和事情上 这样的女人很善解人意 而男人也就省了很多心 因此,如果你是温柔且善解人意这个类型的女人的话 那么一定会很受男人的欢迎 在和男人的日常相处中 你的语气和举动一定是温柔的 而不是粗鲁 你也很少人性和无理取闹 大多数时候,你都是能够换位思考去理解对方的 漂亮、且且风情 大多数的男人 对漂亮、且且风情的女人是没有抵抗力的 比如说,一书的小说《喜宝》里 顶级富豪旭存资对一无所有的江喜宝动情 并在死前给她留下巨额的遗产 就是因为喜宝是一个既漂亮又姐、风情的女人 让她找到了年轻的感觉 人都是视觉动物 男人肯定是喜欢漂亮的女人的 当然,这个漂亮不单单是指脸蛋 而是由先天和后天构成 譬如谈吐、学识、修养 因此,就算你先天不行 其实后天都是可以补上的 常言道 世界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如果你勤于去打扮自己 你也会变得很漂亮 比如穿衣风格、发型、妆容、身材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做好的 解风情也是男人的一个需求 就是对方能够及时明白到自己的浪漫、情调之类的 相比之下 那些木讷、不解风情的女人就不占优势了 没有人愿意一腔热情、无人懂 一个既漂亮又解、风情的女人 自然是非常受男人青睐的 平凡但情商高 平凡但情商高这种类型的女人 虽然在外形、工作、学历等等上不太出彩 很普通 但她却是非常迷人的 俗话说 好看的皮囊 千天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高情商的女人 往往都会让男人着迷 在一书的《玫瑰的故事》里 和女主黄玫瑰比起来 她的嫂嫂更生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但这个平凡的女人身上 有着不平凡的能量 她有能力 情商高 既能在玫瑰对人生感到迷茫的时候 帮她找到方向 也能轻易地拿下黄振华这个钻石王老五 我在看玫瑰的故事 这本书时 最喜欢的恰恰不是玫瑰 而是更生 看她不动声色地将振华牢牢地握在手里 看她让原本沉着冷静的振华 为她有了着急 慌张的情绪 这样的女人 在和男人相处时 都是游刃有余 进退有度的 比如懂得给足男人个人空间和时间 装糊涂 而这些特质 在前两种类型的女人的身上 是不可能会出现 平凡但情商高的女人 不管是处理和婆家人的关系 还是面对男人的朋友 同事等等 都是能够处理得很好的 同时 和这样的女人相处是非常欢乐的 不必处处小心 两人即是朋友 也是爱人 可以一路扶持着往前走 希望女人能够明白 男人的钟爱 会成为你的骄傲和松懈的资本 在感情里 你无需去小心翼翼 你也无需去百般讨好 因为他足够爱你 但和男人相处 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你以为爱了就能万事大吉 就像一书在《玫瑰的故事》里写的那样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岂是一项艺术 简直是修万里长城 艰苦的工程 有的人说 恋人或者爱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亲密无间的 你可以不花费任何心力去维护 实际上却是 恋人或者爱人之间的关系 是最需要维护的 这种关系 与朋友关系比起来 多了一些谨慎 与亲人关系比起来 多了一些距离 朋友 你无需与他朝夕相处 而亲人 他们会无条件包容你 疼爱你 由此可见 成为男人钟爱的女人类型 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如果你是这样类型的女人 谨慎和距离对于你来说 就不是一个难题 因为在你的身上 会自带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同时 这些类型的女人 不仅仅在爱情里 很受欢迎 在其他关系里 依旧很占优势 像温柔 漂亮 善解人意 情商高等等 每一点都可以成为你的武器 没什么 啊 那